至于功德 回向 加持 我们在过去确实对这不能不信 始终有疑惑 找不到理论的依据 佛经上的理论 太深 佛说 唯一证放置 你没有证到这个境界 你们知道 你证得了 你就晓得了 可是我们没有证的人还是可以 证你可靠 这个意念的能力 这有那么大吗 一直到最近几年 我们的同学 他们有经常看网络 我们讲经在网络上播放 卫星电视上播放 在网络上看到科学报告 下载了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这是把三千年前佛经上所说的 现代科学证明 我们相信 量子力学家 他们所发现的 佛经上所说的 量不及了 最深层的 最深层的 讲的是宇宙的气面 生命的气面 我从哪里来的 你从哪里来的 讲的这个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我们就相信 不在乎 真的没真的 但是不坏的 科学家 他们探测了 居然跟佛师子一模一样 宇宙的气面不是大爆炸 大爆炸讲不通 疑问很多 佛所讲的宇宙的气面 叫一时遁现 我们也不能够理会 但是现在科学家说的 真的是一时遁现 没有理由 无缘无辜突然蹦出来 这是科学家的话 这一蹦出来 马上就不见了 那这个意思 你看佛在 恶人精神讲 当初出生 随处灭迹了 不就这个意思吗 科学家说 突然蹦出来 马上就没有了 不就当初出生 随处灭迹 那么 还是有原因 原因 科学家没找到 原因是什么呢 是自信 这个他没找到 自信才是真明真理 这个学里头所说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通通是一趟而起 这不神不明 不来不去 它没有任何现象 科学 科学 科学家的真实必须要有现象 它才能探测得到 我们家的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科学家的真实 都有办法 就探测得到 可是自信 本性 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也不是心理现象 所以他探测得到 真的 还是佛经上 这句话对 为真方式 谁能够 证得呢 佛说 八地以上 华严经将菩萨的阶级 五十亿个阶级 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八地是顶尖的 八地九地 十地 等瘦 妙瘦 这五个位置 都会见到 都证得 那佛说鼓励我们 这才努力 我们如果证得 八地菩萨 就清见了 根本不需要用仪器探测 我们真正就见到了 就结束到了 那么我们知道 八地以上 不止一个人 很多 这些人统统见到 那还能错误 那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那这个相信之后 那极乐世界的小问题 根本问题解决 极乐世界 我们相信 他也是五种神与我 那个原因是阿弥陀佛的念 跟阿弥陀佛 实力学的功德 这可以相信 我们自己要有真正修行 有实的 真实的功德 回向价值别人 别人能得到 心越专 感应越明显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